耳朵确实有点外翻 轮飞扩反 个性比较张扬 有的时候有点小脾气 小时候有点叛逆 难管教 鹅如腹干 聪明早运见好 长辈关爱比较多 但是奈何着天生励志 有点早熟 加上有点小叛逆 容易因为早恋而影响到血液 眼睛寒水 寒情默默 异性桃花是甚旺 注意烂桃花经常 梅肠过目 贵人姻缘好 游望进入上流社会圈子 有名媛的气质 天生做花瓶的料子 眼睛很有灵气 唇角上笑 活泼自信 人生充满很多可能 中年把握的好 可能做夫太太 把握不好 飞入寻常 百姓家频繁过一生 女主下巴确实不错 宽厚往外兜 加上人中比较清晰 晚年能享子孙的福分 我们看手相 掌方指方是典型的筋形手 筋形手是执行能力强 意志力坚定 做事雷厉风行 恶性直率 从文路看 文路起程转合 有点不顺滑 直来直去 不绕弯子 特别是脑线 偏执 务实 专注 不喜欢 不切实际的想象 或者理论 喜欢实际的利益和目标 做事 效率高 目标感强 这点从事业线 也可以看得出来 早早就有事业心和目标感 不过感性偏执 有点耽误姻缘 在感情当中比较被动 羞于表达感情 比较保守 谨慎 容易错过好的姻缘 在姻缘当中 属于好事多么 从结婚线靠近小指 也可以看得出 是偏晚婚的格局 虽然做事比较勤快 但是财运一般 实质迅功 财位 小而平 赚辛苦钱 但也和元宝财库 砍功底部 有开口 有关系 容易漏财 常诚 恨 美国人对所作为 人杨 离 压 不 在 感谢观看